Hello 大家好 又是Kellin 教大家做銀黏土的時間 今天我會和大家做一個空心銀器的吊嘴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透空心的銀器 吊嘴裡面會有一些閃石的效果 其實我們的材料很簡單 需要有一包水蟲 這是有黏土性的水蟲 另外就是一支針筒 針筒裡的部分已經是銀黏土 是現成一支去買的 在開始做之前 我們先要用一個水蟲去做一個形狀 而這個水蟲就像一些泥膠 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歡的形狀 例如今天我想做一個心形的形狀 首先會做一個簡單的三個形狀 再收回邊位 按扁去 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有一個心形的水蟲做出來 剛才看到那個作品裡面有一些閃石 你可以在做水蟲的過程裡 把閃石包在裡面 然後再插插你想要的圖案 水蟲做好之後 就不能立即使用 我們要先等一晚 最少24小時 最少都是24小時 令整個水蟲乾乾 然後才做空生紋器 做好之後 我會建議大家拿牙籤 擀住它 然後拿布塔 黏著 灼在桌面 或者在乾爽的地方 之后可以等它干 干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继续制作 由于时间关系 我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心形的水虫 就是这样 而里面我也有包了一些闪石 牙签也是之前刺定的 不过开始做之前 要建议大家先拔一拔牙签出来 尽防它绝得太实 当我们做完拔牙签出来的时候 拔不到 这样 好了 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会先在上面 其中一个角落位 就会塗一滴水在这里 让银沿肚可以 开始拔的时候 能够贴到水虫上面 之后我们就会开始 拔我们的银沿肚 那握针的方法 记住我们要是这样握 千万不要这样握 因为这样握是出不了力的 这样握住 然后就把它折出来 折的时候折长一点 尽量可以有1cm的空间 然后今天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款 把针筒一路折到银沿肚 然后把它绝住整个心形 这样就可以了 但记住 做的时候我们移动 你会看到我是左手握住水虫的部分去移动 转的时候有机会 你自己在摘的银沿肚 会变回出来 这样是不要紧的 你继续继续 如果累的时候 就轻轻在其中一个地方 整停它 之后我们再看看 我们摘的地方先 如果你觉得银有需要 想贴紧一点 你可以在这个水虫上面 轻轻地加一点水 令到银沿肚 可以黏在上面 如果你想继续贴紧的时候 能够黏贴一点 在其他空白的地方 也可以加一点水 然后把银沿上去 而记住 摘的时候 尽量避免每一条银距离太久 太遥远 如果它 太遥远 的话 就变成你烧完出来 你里面那些 放了的石 或者其他可以烧的东西 就会掉出来了 那我们就继续 用一个打圈 或者是不规则的方法 去摘好整个针筒 记住 每一条的泥 摘的时候 是要有重叠交叉的 尽量避免它自己单独一条 还有摘的时候 记住 要拉长一点 这样 那你那个摘了出来的 引才会顺滑 还有 做的时候 记住 我们做 摘这个动作 要慢慢来 左手边 慢慢转着 你的水层 还有尽量在摘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那个的 银 只是有 单层的 如果你摘了出来 发现 有些地方是双层的 那整个的水虫 你都需要双层去摘 直至到 你摘了整个的 水虫 全部包好 有了银链套 然后就可以拿去干 干完之后就可以烧了 那干呢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 干银链套一样 那我大概的时间 都是十分钟至到十五分钟左右 那如果你觉得 我想将那些线条是粗一点的 那可以怎么办呢 那我针嘴呢 你就可以 剪大一点 或者我们有一些 现成的针嘴呢 也可以给大家 去购买 去购买 就是这样的 OK 那织完之后 再看看 其实我们这里 会不会有一些部分 不是很够 会不会有一些地方 需要再修补 如果再修补的话 例如好像 这个位置 这样 它只是轻轻贴住 那我们最好 就是在上面再摘多一条 那等它呢 做完出来之后 就不会说 有一个太大的 缺口 和它们可以贴实 大家 现在 那当我们修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其中一个位置 轻轻地 定一定 那就可以修了整个过程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教大家做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 空心文器的制作 而烧的方面呢 如果你本身是用家用的小型炉 意思是用酒精膏的话 那真的不好意思 你的炉 是不太方便去烧这个水虫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一个黑色的小药 那你就可以照 要放进去烤锅里面烧 那烧的度数呢 就是730度 烧15分钟 那就可以了 烧完出来之后呢 水虫就会完全不见了 那就会剩下银线 那就会像我左手边 拿着这个这样 那样的石仔 就是我们的闪石 也都会留在里面的 那变成你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 其他闪石颜色的效果了 好 今天的教学呢 来到这里了 那以后呢 再有新的技巧的时候 再教大家吧 拜拜